一条让中国人愤怒无比的消息传来 韩国海警再一次向手无寸铁的中国渔船开枪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不怕和敌人对战 就恨被假朋友背后捅刀 可以说几年前 韩国的快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中国的快速发展取得的 然而韩国却一边转的盆满波影 一边气人态势 海外网1月5号消息 据韩联社4号报道 韩国西南地方海洋警察听称 当地时间4号早上9点40分 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可居岛西南方向35海里海域 发现50余艘60至80吨级中国渔船 进行非法捕鱼作业 韩联社称 韩国海警投入1500吨级 3000吨级的5艘警备舰艇 一艘渔政船追加直升机来应对 报道指出 有中国渔船射嫌非法捕鱼 被韩方海警扣押 为帮助其逃脱 其他渔船与韩国海警发生冲突 遭到班族武器警告 韩方海警使用K-2步枪发射警告后 又用M-60机关枪发射453发子弹 最终 韩方海警扣押两艘射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 并将船上20名船员 移送全罗南道目捕市 其中有一艘被扣押扣押的中国船只 在冲突过程中遭受进水损失 近年来 围绕中韩渔业纠纷而引发的暴力冲突 因凡见于媒体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海警表上是 去年12月19号 在韩国经济专属驱水域 韩国海警对40余艘中国渔船警告无效后 发射200余发子弹进行驱赶 长枪加短炮 近几年 中国渔民对韩国海警打死或打伤的事件不在少数 2012年4月20号 中国船长在韩被判30年 韩民间认为量刑太轻 当然了 以上的相关的一切信息 都是韩国人单方面的说辞 而且中国渔不是军队 说到底都是去海上讨生活的人 但韩国人却把自己当作了狩猎者 想打就打 想扣就扣 向自诩公正民主的韩国是从来不会报道得到的 就算报道了 也会活生生地被韩国上纲上线到 一场主权与国家安全的保卫战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回应称 众历来高度重视涉外渔业管理工作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维护相关海域渔业生产秩序 希望韩方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在执法过程中 不要采取危及人员安全的过激手段 切实保障中方渔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并与中方加强沟通 共同维护有关海域渔业生产秩序 文旅哥表示 如果的确非法捕鱼 请合理合法管理 但如果韩方污蔑 势必要给一个公正的说法 甘肃文旅综合报道